枪上打孔了 不小心把这个孔打大了 那我们把膨胀螺丝放进去之后呢 大家看 膨胀螺丝就会连轴转 大家看 我运手这样拧 膨胀螺丝就会连轴转 那 我们如何在不换位置的情况下 把这个膨胀螺丝拧紧 其实还需要 一尽的智巧和方法 大家看 这个膨胀螺丝就已经释出了作用 因为里面打的孔比较大 膨胀螺丝就小了 我该怎么办 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两个方法 那这两种方法都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适应的 第一种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膨胀螺丝呢 这样拧开 大家看 拧松 那拧松到 最松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找半截电线 这种电线我们要找硬线 大家看 硬线 然后我们从中间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中间 我们去掉点皮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碰到螺丝的根部 我们把这个呢 这样 拆热上 大家看 根部拆热上 拆热上之后 我们把这个膨胀管 放进去 螺丝也放进去 大家看 好了大家看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往下拉 拉下来 那现在形成了这么一种形状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 放进去 大家看 放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用锤子扎 我们扎进去之后啊 就可以来拧 螺丝了 再看一下 现在 螺丝开始受力了 我们拧一下 然后再用锤子扎 大家看 螺丝修理了 这也不会连周转了 大家看到没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 第二种方法呢 是 我们 在这个 烹炸管的 库里面呢 开始加入这个木块 我们 随便 减半截木块 然后把这个木块呢 我们塞到 这个库里面 再用锤子 砸进去 把锤子扎 把锤子扎剪 大家看 这样啊 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法 都比较 简单 实用 很多人啊 都能做得到 这啊 持到了 紧固的作用 二呢 我们这两个 材料呢 又比较好找 随处可见 大家看 特别的牢固 我不管怎么 摇 都不会晃动 这就是啊 我给大家分享的 两种方法 如果蓬上螺丝拧不紧 我们就用这两种方法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